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点 我们可以用比较常见的橡胶水 橡胶水是可以让502胶变软的 等到502胶被橡胶水冲软了之后 我们拿一块布把它擦掉 然后我们再用一些洗剂 把这一块给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第四点 绝缘油也是可以去除502胶的 一些变压器里面的那些绝缘油 我们把它倒在502胶上面 粘一点 然后等到它变软之后把它去除掉 反正它洗就可以了 其实用醋 花生油或色拉油 都是可以把502胶给去除掉的 包括洗甲水也是这个样子 502胶不仅会粘着在衣物或是用品上 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也会粘在我们的手上 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困扰 那么我们在使用502胶之前 可以考虑涂一些护手霜或护肤油之类的东西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502胶粘在我们的手上了 以上就是关于如何去除502胶的一些小妙招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 我是菜菜饼 我们下次再见